暑假动脑动手不无聊 在花岗国中17日开始一连五天 举办了暑期科学营 吸引超过180多人报名 也邀请多位专业的讲师 从大气压力、太阳能、声音等科学领域 来带领学员们动手实验 期盼激发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 以及创造思考能力 落实在生活应用力 为了提供偏远地区学校科普活动 藉由动手实验、探究体验活动设计 建构学习科学、科技基本知识 在生活中了解科学原理 进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生活问题 花岗市花岗国中17日起 一连五天办理科技教育暑假创意科学营 以国小五年级到国二学生为主 吸引超过180多人报名 我们会希望说让孩子从实作里面去学习科学 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已经延续办了八年 每年寒暑假呢我们大概都会办五天的科学营 让孩子呢在这五天当中体验不同的课程内容 让孩子会喜欢科学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会请到东华大学真心的教授白一豪教授 以及台中大学的林志芬教授 及台北市专门在跑科学实作的蔡正麗老师 甚至呢我们也会请到台大的福昭明老师 一起来跟我们提供更新更贴近孩子需求的一些课程 我们今天的一个做的一个主题是以太阳能小船 那配合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日照 是相当的充足的 那我们这把这个太阳能板安装在这个小船上面 我们结合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照明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小船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动力 在外面的这个室外的一个小型的游泳池去做一个使用 那也让同学了解说 太阳能如何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 一个物件的一个整合 课程包含声音、力学、电学、太阳能等 邀请东华大学、台东大学、台湾大学等专业教授 以及校内多位老师 透过应对方式 让学生有发表、观摩、交流、比赛、实际操作的机会 期盼将科学和日常生活做连结并普及化 引发孩子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兴趣 记者讲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